教育员终于要开学 在开学前 我们俩是所有老师 要进行一个合分检测试的培训 首先第一步培训的老师教育员终于戴头罩 先把头罩套在头的下面 然后再把另一个绳子套在头上 然后呢就好了 这样一个顺序进行 接下来再穿这个白色的防护图之前 我们已经把帽子戴好了 它的要求是要把所有的头发都要放进去 然后帽子要往后拉 接下来就是穿这个大白的衣服 大白的这个衣服 其实它是为什么说是一次性的 因为它所有的头都是有那个粘胶粘住的 所以脱下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全脱了 你是按照好好的脱下来是脱下来的 所以就是你脱下来之后那些粘胶一丝 这个衣服一整都换了 你没有办法第二次穿 而且它本来也就是新的东西 这个动作呢是叫我们如果在这个手套 这个手套戴好了之后一定要把衣服的衣服 衣服的衣服包裹住 这样才是最安全的 所以一定要全会包裹住 其实在穿这些衣服之前呢 其实在穿这些衣服之前呢 已经叫你们如何洗手 七步洗手法已经选了 手套戴好之后再穿上蓝线的帮衣服 因为我们是在室内而且开了空调 现在的天气也不是很累 但是我们穿上这一层六层的衣服 身上已经全部湿透了 还没有开始干活 只是把衣服穿上身上都已经湿透了 所以可以想像那个时候的工作 真是引人深思又细思极空 是什么呢 3 5